新光大道无疑是最接地气,最有群众基础的舞台,这上面出来的明星都是大家喜欢的草根明星,每个人只要有才艺,都可以在新光大道上展示。 例如大一歌出之文,凭借一副好嗓子,出之文在新光大道火了之后,备艳请参加春晚,还有最早的阿宝,因为穿着羊皮岛,唱着地道的陕北民歌,从而一夜暴宫,这一位也是从新光大道出来的草根满文君。 1986年,参加北京农村歌手大奖赛,获得优秀歌手奖,开始走上职业音乐人道路。 1996年,一一首东你拿下了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通俗唱法专业组第一名,从而成名。 1997年初,正式签约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心。 1998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让你的天空最美》,96年的满文君凭借一首《懂你》,获得了一等奖的冠军。 因此满文君凭借这首歌曲《走红大江南北》,不过成名后的满文君心态,现在开始发生改变。 所以这时候满文君对他农村的发妻也慢慢变得开始厌烦。 最终他带了一对音箱,抛弃了自己的妻女。 满文君净身出户,但是他在抛弃妻女之后, 他又与现任妻子李莉相识,导致女儿至今不认她。 1994年最终结束了这段婚姻,女儿高精归高小盈抚养。 当时的满文君还没有明信,经济上也很紧张,但他只拿了一套处于自己的音响,把一切都留给了女方。 虽然并不介意公开这段短暂的婚姻,但满文君从未提过自己和高小盈生的女儿高精。 通过一次聚会,满文君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李莉。 1998年,两人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有了李莉的支持与鼓励。 满文君在事业上的发展越来越顺利。 然而,在2009年5月,当时为了庆祝妻子李莉40岁生日, 他们夫妇二人在一家夜店,因为剧重吸毒堆穿,后来事业便一落千丈。 如今,现在的满文君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因为长期压力过大,头发已经变得发白,看起来非常沧桑。